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谈Two Octave Scales 两度的音阶 之前我有教大家怎么谈One Octave Scales 一度的音阶 所以这个视频就教你们怎么谈Two Octave的两度的哦 查理会用两种不同的谈法 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个Scales 音阶 第一种谈法就是Legato Legato 连奏 第二种就是Staccato Staccato 断奏 什么是Legato 连奏和Staccato 断奏谈法呢 查理说给你看 Legato Play the notes smoothly 连奏 把音弹着有连贯性的 Legato 没有连奏的弹法 没有连奏的弹法 Taccato Play the short detached 断奏弹条的弹法 在你们弹Stagato 断奏弹法的时候 要怎么样弹呢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力度 你的手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在拍篮球这样 可以吗 当那个球打在地板 再弹上来的时候 你的手就这样拍着下去 可是你的手一定要Curve 圆拍拍拍 这样拍着下去 这种感觉 那当你弹的时候 你要用第一只手 按那个按键 你就这样子弹着下 就好像这样子拍打的那种 然后第二只手 第三 第四 第五 在弹Stagato 断奏弹法 你们的手 不要这样子拿起来 这是错误的 你们的手呢 按下去 手指弹下去 可以这样子跳高一点 可是不要离得太远 太高 可以给初学者呢 你们大概就好了 不需要跳得太高 想要做好这个Stagato 断奏弹法的这个练习呢 首先 你的手势一定要正确 好不好 肩膀要RELAX 然后手呢 就不要去 这样子紧紧的那种 去弹 因为有的人弹琴 他们是这样子弹的 就 这样子紧紧这样弹 那是错误的弹法 然后有的人弹法呢 可能他们的肩膀会起来 所以会这样 你们呢 就RELAX 肩膀放下 放松 轻松 然后在弹的时候呢 当然也不需要把那个手提得这么高 好不好 不是这样子的 OK 是做直 做正 手稍微 稍微 开一点点 开一点点就够了 好不好 然后你弹这个staccato的时候 尽量用整只手 这手臂的里 这手臂的里 这样子弹下去 如果你真的是要把staccato给练起来 那你一开始呢 可以这样练习 比如你弹C调 C大调 就一个音弹两次 那你会感觉到 你这手臂这里会酸 那是正常的 就是要把这个muscle 这肌肉给建立起来 这样子 你的基本功能 那你弹什么歌都OK了 OK 之前我教大家怎么弹一个八度的音阶 One of F scales 而那里呢 已经有告诉大家 执法了 我这里呢 在跟大家复习执法 然后再给大家知道 弹完了一个八度 再转上去 另一个八度 要怎么转 因为这个视频是教大家怎么弹两个八度的音阶 在开始前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复习 一个八度的执法 要怎么弹呢 右手 右手 在弹 C D D E G A B Major C D E G A B 大调 它们的执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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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下 那倒回呢 倒回来 5支手指弹完 第三支跨过第一支手指 这执法 C D E G A B 是一样的 倒回去前一个视频 看一看 学一学 你们就懂了 那这个视频呢 是教大家转到第二度 一度两度 再转上去 那弹完了一度 要怎么转到第二度这里呢 The Second Octave 就拿C Major C大调来做例子 一度 音阶 懂了对吗 弹完的时候 通常我们弹一度完的时候 是用第五指手指来接尾 那现在呢 我们不要用第五指手指来接尾 到了第四指手指这里 我们用第一指手指来转 OK 转去C 就是第一指手指弹C 然后再继续用同样的指法 一二三 第一指手指转 弹完 D也是一样 一二三 三 穿 一手指穿第三指 四 第一指手指再穿 过去 通常我都会这样子讲 三转四转 三 转了 第四再转 然后最后弹完 三转四转 三转弹完 这个就是口诀 一也是一样的 一二三转四转三转弹完 G也是一样 三转四转三转弹完 三转四转三转弹完 口诀 记得哦 倒回来也是一样 倒回来 三转四转 有吗 D也是一样 三转四转三转 倒回来是你这五只手指弹完 三转四转三转弹完 所以C D E G A B的指法是共用的 一样的 那只有F不一样 F呢 它是一二三四 它是到了第四只手指才转 弹完的时候呢 一个八度 如果是弹一个八度 弹完的时候呢 它是落在第四只手指弹完 而不是第五只手指 而不是第五只手指 如果你要弹两个Octave 两个八度 四转三转 再四转弹完 就弹到F 第四只手指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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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五只 然后第三只手指弹完 然后第三只手指弹完 跨过第一只手指弹完 这是一个八度的 到第三就在转 那两个八度呢 同样的三转四转 你先把五只手指弹完 三转四转 倒回也是一样 三转四转三转 弹完 D也是一样 三转四转 三转四转 弹完 这个就是口诀啦 三转四转三转 倒回来 三转四转三转弹完 好不好 你就照着这一个方法来去慢慢练你的音阶 哪一只手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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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会练得通啦 E也是一样 F也是一样 左手的F跟右手的F指法是不一样的 它的F呢 是跟其他major 其他大调是一样的指法 弹完 五只手指弹完 三转 四转 三转 四转 三转 那左手的B呢 是用第四只手指开始 它和其他的 这C D E F G A不一样 OK 左手的指法 它是从第四只手指开始 OK 第四只手指开始 它是四转 然后再三转 再四转 再四转 刚才弹下的时候是一二三四转 然后再三转 再四转 再三转 再三转 如果你们要练习双手一起弹呢 首先你们要分开手练习 右手练得很熟 左手练得很熟 才能够双手一起弹 双手一起弹的时候 先练一个八度 一个八度 完了再 学两个八度 如果你们要练习弹 两个八度 你们可以这样子学先 一个按键弹两次 再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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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水 D measure 右手 staccato left handlegato stac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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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 together Legato Staccato F major Right hand Legato Staccato Left hand Legato Staccato Hands together Legato Staccato Hands together Staccato Staccato G major Right hand Lagato Staccato Left hand Lagato Staccato Hands together Lagato Lagato Staccato A major Right hand Lagato Staccato Staccato Left hand Lagato Staccato Hands together Lagato Hands together Lagato Stac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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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ajor Right hand Lagato Stac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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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ato Staccato Lagato Staccato Staccato Lagato Stac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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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 Staccato 错误3 错误4 错误5 错误5 希望这一个影片能够帮助到你们 能够把这两度true octaves的scales 应接给练会 尤其是练那个legato和stackato的弹法 如果你们觉得查理示范那一部分 有一点点快的话 你们可以把那个速度给调慢 因为YouTube有这种调整速度的功能 可以调快或是慢 你们可以把那个速度给调慢 OK 喜欢查理论教学 不要忘记订阅 还有按小铃铛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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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